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岩石与矿物 大家有没有想过,地球上这些岩石是如何形成的呢? 早期地球是由一颗岩浆所形成的大火球 随着表面逐渐的冷却,岩浆就凝固成为坚硬的地壳 而这些地壳经过多年的风化、侵蚀等作用就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首先我们先将岩石依据生成的方式分成为 沉积岩、火沉岩与变质岩三大类 首先先介绍沉积岩 这是一个由于在空气中或水中飘逸的物质 随着时间一层层不断的堆叠 有时是沙的沉积,有时是泥的沉积 有时候甚至是生物残骸的堆叠 最后经由密压交解的过程形成了沉积岩 想象一下,水中的这些微小粒子慢慢地沉降下来 它们会在最底部的地方开始堆叠 有时候因为环境的变异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尘埃落下 它们会使得沉积的泥沙产生分成的效果 接着继续堆叠了几千万年 厚度也可能高达几百公尺 这些沉积的压力就使得这些泥沙渐渐变成岩石 这就是所谓的沉积岩 其实我们吃的糕饼,例如绿豆糕 就是类似的方法做出来的点心 沉积岩,依据沉积物颗粒的大小 有粗质细可区分为 沥岩、沙岩、叶岩等 是地表比较常见的岩石 石灰岩也是一种常见的沉积岩 有些是由生物残骸堆堤而成的 例如珊瑚骨骼及贝类的碎屑颗粒 有些则是直接由水中沉淀出碳酸钙而形成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火成岩 它们是由炙热的岩浆冷却凝固而成的岩石 火成岩中的矿物颗粒大小代表冷却的快慢 岩浆冷却越慢 生成的矿物颗粒就越大 想象一下在高温的岩浆当中 其实成分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当岩石的温度降下来的时候 许多农田比较高的物质 就会先慢慢的结晶出来 这就是火成岩中颗粒结晶 等到温度更低时 整个火成岩就会成型 也就是形成一大块的结构 像这个澎湖大果叶柱状咸物岩 就是冒出地表的岩浆所形成的巨大火成岩块 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品相 牛嘎糖的结构有些类似火成岩 利用融融的乳糖砂糖混合物包裹着几乎不会融化的花生或者核桃 等糖在降温凝固之后就可以切块成为我们看到的牛嘎糖 常见的火成岩可以依照其中矿物颗粒的大小和成分来区分 例如花钢岩二氧化系含量比较多 矿物颗粒较大 安山岩二氧化系含量较少 玄武岩则二氧化系含量较少 两者的矿物颗粒皆比花钢岩小 由于火成岩特殊生成过程 有些会被我们采集作为饰品 例如这个澎湖雄武岩所制成的岩章 第三种岩石是变质岩 它们是因为岩石在地底下 由于地壳的变动或是岩浆通过等等原因 使得区域的岩石经过高温高压的作用 在岩石未完成融融的状况下 内部矿物的大小排列和种类都发生了改变 这类的岩石我们称之为变质岩 想象我们将淘气、磁气、形塑之后 要经过高温摇烧 这过程会使得淘土或是磁土中的矿物成分 产生化学变化 使得整体结构变得更强 这与变质岩的变化过程类似 常见的变质岩有大理岩、板岩、片岩和花钢片麻岩等等 大理岩是由石灰岩变质而成 花钢片麻岩则是由花钢岩变质而成 板岩与片岩则是由叶岩变质而成 如果我们将岩石和日常生物中的物品相似做对照的话 火层岩有点类似像玻璃 都是在融化的状态下 因为冷却而凝固而成 成绩岩则有些像是我们吃的药定 它们也都是用粉末高压而成的 变质岩则像是砖块 都是高温烧解而成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很难直接对岩石石头做细部的分类 因为岩石的成分外形变化很大 但是透过一些简单的物性或是化性的分析 我们还是可以就不同的岩石进行初步的分类 例如不同的岩石中会有不同的矿物成分 像是花钢岩中常见无色透明的石鹰 白色或肉红色的长石和黑色或白色的云母 玄武岩中大多是颗粒极细的矿物 少数比较明显的颗粒主要是长石灰石还有橄榄石 岩山岩大多是浅灰色 大部分矿物颗粒极细 主要是长石灰石脚散石所组成 沉积岩所含的矿物依岩穴或矿物来源而定 常见的沙岩主要是由石鹰和长石所组成 变质岩所含的矿物则依原来的原始种类与变质的程度而定 例如大理岩是由石灰岩变质而成 故大理石主要是由芳茄石所组成 知道岩石内部主要的矿物差别之后 我们还可以透过观察矿物的颜色颗粒形状和排列来分辨 例如这颗来自蓝阳系的石头 我们看到有明显一层一层的结构 所以可能是沉积岩或是沉积岩所变质的变质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它有比较大颗粒的芳茄石结晶 所以可以确认它是变质岩 质地与大理石结晶 再看看这颗来自澎湖海边的石头 表面有许多珊瑚虫的遗迹 还有一些岩石的碎屑 所以可以推论它是典型的沉积岩 而且主要是由生物遗骸所沉积而成 接下来这颗南澳南西的石头 石货的时候已经自然断成三块 表面看起来没有沉积的痕迹 而且裂缝中可以看到属于角闪时的光泽 因此可以推测它是安三岩的变质岩 有时候岩石中的颗粒不如想象中的大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成岩石的薄片标本 再透过显微镜观察岩石的细部结构 有时结晶也不容易观察 我们还可以透过偏光镜 来观察不同结晶的不同光线折射的效果 帮助我们辨识岩石里面的矿物 万一矿物结晶的差异性不够 我们还可以透过不同矿物的硬度 或者是化学特性来帮助辨识 例如石鹰和方解石 是岩石中常见的白色或是无色透明矿物 但是方解石质力较软 而且碰到吸烟酸会产生气泡 所以透过这两个分析 我们就可以区别石鹰和方解石的不同 以上就是今天岩石与矿物的介绍 我们下次再会